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还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国家 刚刚从英国独立出来不久 当时的总统托马斯·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是一位非常有远见的领袖 他深知扩展领土对于国家未来的重要性 杰斐逊的目光投向了密西西比和以西的广袤土地 那片土地当时属于法国 做到法国这里就有一个有趣的背景故事 法国的拿破仑布拿巴·Napolian Bonapar 当时正忙于在欧洲打仗 拿破仑仍打算在北美建立一个新的法国帝国 但由于战争的压力和圣多明哥金海地的奴隶起义 他的计划被迫搁置 于是拿破仑决定卖掉路易斯安娜地区来筹集战争资金 这时杰斐逊派出了两位特使 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和罗伯特、利文斯顿、Robert Livingston 前往巴黎进行谈判 原本他们的目标只是购买新奥尔良和附近的地区 以确保美国在密西西比和的航行权 然而当他们到达巴黎时 拿破仑却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提议 为何不整个路易斯安娜地区都卖给美国呢 这个提议让门罗和利文斯顿大吃一惊 但他们很快意识到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最终双方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达成了交易 这个价格听起来可能不多 但要知道 这片土地的面积约为828000平方英里 相当于今天美国本土面积的四分之一 换句话说 美国以每英亩不到三美分的价格 买下了这片广袤的土地 这真是个超值大甩卖呀 这比交易对美国的影响是深远的 首先它使美国的领土几乎翻了一倍 为未来的西部扩张奠定了基础 其次这片土地富含资源 为美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力 最后 这次购地也展示了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灵活外交手段 当然这次购地也并非没有争议 杰斐逊本人是一位严格的宪法解释者 他曾经质疑总统是否有权进行这样的大规模购地 然而现实的需要最终战胜了理论的争论 这次购地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总结来说 路易斯·安娜购地不仅是一个充满戏剧性和意外的避史事件 更是一个展示了美国早期领导人智慧和远见的经典案例 这次购地让美国从一个东海岸的小国 不见成长为一个横跨大陆的强国 为后来的美国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阿波罗13号太空惊魂记1970 当我们谈到阿波罗13号时 这可不是一部好莱坞的惊悚片 而是真实发生在1970年的太空惊魂记 这却变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存挑战 让我们来深入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并且看看其中有趣的故事 首先阿波罗13号的故事开始于1970年4月11日 当时指挥官吉姆勒夫指令枪驾驶员杰克斯维格特 Jax维格特驾驶员弗雷德泰斯 弗里黑三位渔航员踏上了这次任务 这次任务的口号是失败不是选项 但他们很快就发现 这句话比他们想象的更具挑战性 在飞行的第三天 也就是4月13日 太空船的氧气罐发生了爆炸 这可不是什么小问题 因为氧气罐不仅供应呼吸用的氧气 还是燃料电池的主要能源 当时斯维格特发出了那句著名的话 休斯顿 我们有麻烦了 Houston Houston We've had a problem 这句话 后来被改编成了电影中的经典台词 接下来的几天 地面控制中心和雨豪员们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行动 为了节省能源 雨豪员们不得不关闭大部分系统 甚至包括加热系统 这导致舱内温度降到接近冰点 雨豪员们只能穿着太空服互相取暖 这种情况下 他们还得计算轨道 调整姿态 确保能够安全返回地球 有趣的是 这次任务中 雨豪员们还得面对意想不到的挑战 尿液处理系统 由于系统故障 他们不得不手动排放尿液 这在零重力环境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想象一下漂浮在太空中的尿液颗粒 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场景 最终 经过一系列精密的计算和操作 阿波罗13号成功地在4月17日返回地球 降刺任务虽然未能登月 但却成为了NS历史上最伟大的救援行动之一 这也证明了 人类在面对极端困境时 所展现出的智慧和勇气 总结来说 阿波罗13号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 只要有团队合作和坚定的信念 我们依然能够克服困难迎接挑战 这不仅是一段太空历史 更是一个关于人类精神的伟大故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宪法第26修正案 18岁选举权1971 当然让我们来聊聊 美国宪法第26修正案 这个在1971年通过的修正案 将选举权的年龄下限降至18岁 这个改变 不仅是法律上的一小步 更是社会进步的一大步 首先让我们回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 那是一个充满变革和动荡的时代 列战如火如荼 年轻人被征召入伍 却没有选举权来决定国家的政策 如果18岁的年轻人可以为国家而战 为什么他们不能为国家投票 这个问题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和抗议活动 年轻人走上街头 高喊old left fight old left vote 够资格打仗就够资格投票 这句口号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象征 甚至可以说是年轻人对社会不公的有力反击 在这样的背景下 国会终于在1971年通过了第26修正案 并迅速获得了各州的批准 这是美国宪法历史上最快速通过的一次修正案 从提出到批准仅用了100天左右 这也显示了当时社会对这一问题的高度共识和迫切需求 有趣的是这个修正案的通过还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 比如年轻选民的增加改变了选举的动态 政客们不得不开始关注年轻人的需求和意见 这也促使了更多的年轻人参与政治 甚至有些人成为了政治领袖 此外这个修正案还引发了一些幽默的故事 据说有些政客在修正案通过后突然发现自己需要学习如何使用当时的新兴技术 比如电视和收音机来吸引年轻选民的注意 想象一下 一位年过半百的政客试图用当时的流行语言和年轻人交流 这画面真是既滑稽又感人 懂得来说 第26修正案不仅是法律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更是社会进步和年轻人力量的象征 无论年龄多大 每个人都有权利参与决定国家的未来 这也是民主的真正意义所在 不是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都世界的六博士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三个美国历史上重要且充满戏剧性的事件 路易斯安那构地 阿波罗13号太空金魂记和美国宪法第26纠正案 这些事件不仅塑造了美国的历史 也展示了人类在面对挑战时的智慧与勇气 首先路易斯安那构地这个超值大甩卖 让美国的领土几乎翻了一倍 为未来的西部扩张奠定了基础 这笔交易展示了美国早期领导人的远见和灵活外交手腕 是的 拿破仑可能没想到自己不小心促成了美国的崛起 紧接住我们聊到了阿波罗13号 那场真实的太空惊魂记 从氧气罐爆炸到最终成功返回地球 充满了惊险 但也证明了人类在极端困境下的智慧和勇气 你能想象在接近冰点的太空舱里 宇航员们还得面对漂浮的尿液颗粒吗 这真是太空任务中最想不到的挑战之一 最后我们讨论了美国宪法第26修正案 这个在1971年通过的修正案将选举权的年龄下限降至18岁 象征住年轻人力量的崛起 从高喊Old enough to fight 提起 Old enough to fight 的街头抗议 到政客们学习如何使用电视和收音机吸引年轻选民 这一切都展示了社会的进步和年轻人的影响力 总结来说 这些历史事件不仅教会我们许多宝贵的课程 更让我们看到人类精神的伟大 从领土扩张到太空救援 再到年轻人的政治参与 每一个故事都展示了我们如何在面对挑战时 团结一致 迎接未来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 你对这些历史事件有什么样的看法 有没有哪个故事特别让你感到震撼或者启发 期待你的参与和讨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六博士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